穷小火意外获得了神豪系统 系统每天都要逼着穷小火花光一千个亿 任务失败就会被系统废掉一条腿 恭喜齐哥在燕子直播间开通骑士 恭喜齐哥在燕子直播间开通子爵 恭喜齐哥在燕子直播间开通皇帝 等闲在妹妹燕子的直播间疯狂刷了一千多个皇帝 直播间上万的游客都被这个灰金如土的神秘富豪给震撼住 此刻就连鲨鱼直播的运营也坐不住 这个齐哥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一下给主播刷了几千万的礼物 赶紧给我把这个财神也调查清楚 老板这个网名叫齐哥的是一个小时前才注册的账号 这个燕子好像是他的通讯录好友 他也只关注了这个账号 这么说这个齐哥是燕子的亲人了 也对除了自己人会这么疯狂之外 陌生人不可能这么疯狂 老板这个齐哥续废皇帝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都一千五百个了 通知所有部门快给燕子引流 既然财神也想要捧红燕子 那我们就全力配合全站引流 并且绝对保证燕子直播间的画面 必须24K全高清 直播间的燕子看见这么多的礼物 也是连连鞠躬表示感谢 突然他又开始慌了 因为他想起了网上的主播规则 若是被绑一大哥看上了 是会被要求线下约会的 万一对方是个老头子怎么办 等闲这边也是在拼命的刷刷刷 刷了快半个小时 居然才刷了五个亿 离自己的任务消费一千亿元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正当等闲苦恼时 鲨鱼直播平台打过来了一个电话 你好 我是鲨鱼平台的开发经理 请问你是在燕子直播间 疯狂续费一万个皇帝的齐哥吗 没错 我就是齐哥 齐哥你好 你这边如果有什么诉求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全力配合您的 我确实有诉求 我觉得你们平台一次只能刷一个皇帝 太不合理了 你看能不能设置一下一次 可以批量刷个十亿或者一百亿元的礼物 齐哥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开个锤子的玩笑 我就是闲钱太多了 根本没地方花 你们赶紧给我准备巨额礼物 一百亿最好 一千亿也行 我等着消费了 好的财神爷 不 是齐哥 我这就给你安排 尊敬的齐先生 平台以为你开通特殊充值通道 每次可充值十亿元 同时已为您开通了专属礼物财神天降 每次等于一亿现金 好 那我就随便充点吧 不一会的功夫 等闲就把一千亿全部充到了鲨鱼直播 鲨鱼平台的高管 被等闲给彻底吓到了 天啊 这也太恐怖了 仅仅是个娱乐直播而已 他居然豪充了一千亿 是啊是啊 他不会多打伤给燕子吧 就算我们和燕子的分成 改为最低的三七开 那我们都可以大赚三百亿 齐哥 谢谢你 感谢你为我送的礼物 正当燕子还没来得及感谢之时 等闲又开启了疯狂刷礼物模式 恭喜齐哥 在燕子直播间 送出超级皇帝特权礼物财神天降加一 恭喜齐哥 在燕子直播间 送出超级皇帝特权礼物财神天降加二 半个小时后 我的天啊 这个齐哥足足刷了一百亿 疯了 简直是疯了 此时燕子直播间观看人数 已经破了九百万 而等闲也是一刻都没准备停下来 恭喜齐哥 在燕子直播间 送出超级皇帝特权礼物财神天降加九百八十九 恭喜齐哥 在燕子直播间 送出超级皇帝特权礼物财神天降加九百九十 恭喜宿主完成网络直播消费一千亿任务 获得神秘大礼包 新的任务已开启 请宿主在四十八小时内消费一千五百亿元 任务失败废除一条腿 打开神秘大礼包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踏空步 什么是踏空步了 就是可以在空中自由地行走 不受重力影响的那种神迹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有空了我一定得试试 哥哥你在哪里 你妹妹我发达了 我呀在睡觉呢 哥哥你别睡觉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齐哥的富豪 给我续费了一万个皇帝 现在光分城都有七百多个亿了 你赶紧回来 我给你买别墅 超级跑车 再给你找一个超级好看的媳妇 你之前不是还说你哥哥是废物吗 怎么现在对你哥哥这么好了 啊哥哥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一直也在看我的直播 废话 因为我就是那个齐哥 你的钱也是我打赏的 你好好帮爸妈渡过难关 我和你嫂子还有正事要办 就先睡觉了 老公是谁啊 是我妹妹 对了我这边遇到点难题 急需花光一千五百亿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建议去收购建材房地产 据说老城区最大的房地产商市值超过千亿了 好就这么办了 你好 请问两位来我们建材房地产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谈商业合作的 找我们老板 请问两位怎么称呼 齐等闲 这是我对象黄兴月 什么 你是苏承第一大美女黄兴月 大美女算不上 替我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有事找她 好的 你们稍等 我这就去通知 哈哈 苏承第一大美人黄兴月小姐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你就是建材房地产的老板罗衡 正是笔人 罗老板是这样的 这位是我老公 他打算收购你的建材房地产 开个价吧 什么 你有老公了 还要收购我的建材房地产 他怕是疯了吧 你怎么说话的了 黄小姐我建材房地产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一千一百亿 你这个所谓的老公 他凭什么能买下我的建材房地 凭我有钱